我老公有時候早上起來 會摸一下我的臉 然後一摸他就 你的臉怎麼了 怎麼那麼油 雅蘭這樣的一個症狀 就是所謂早上起來臉很油 它有一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是青春期的時候 好啊 好好喔 好失禮喔 姊姊姊 是 過去妳帶小孩的時候 有時候在轟小孩子睡覺 都會說 小孩一睡一眉大一寸 有沒有聽過 我聽有聽 就是意思是不是說 小孩就是要睡覺 然後睡覺就會長大 是這個意思嗎 而且睡好覺的時候 不僅僅可以一眉大一寸 我們一般大人的話 妳如果睡覺品質很好 妳會啟動睡美人的機制 你睡醒了以後 我們所有的大家都變成美人了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 實在是太厲害了 你知道的確有很多女生 對於夜間保養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直在做白宮 什麼叫做白宮呢 就是妳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錢 也花了很多的保養品 但是呢 一覺起來啊 那臉啊 還是就狀況有可能更糟 或是長得滿臉的痘痘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妳可以用對產品 用對方法 讓妳睡個覺起來 就像憲哥講的 變成美人一般的 對 多划算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睡好覺 我要請問一下羅醫師 站在綜藝的立場 真的如果睡覺品質很好 一覺起來以後 真的可以變睡美人嗎 其實像我們講說 那個睡覺的時候的美容覺 的時間大概就是晚上10點 到凌晨2點的這段時間 你如果這時間 可以上床睡覺的話 那時候再上網 10點啊 還在滑手機耶 10點是我們唯一 就是小孩睡覺 剛開始追劇的 10點 10點還沒到家耶 對 其實現在很多人會有病 對啊 所以現在很多人 皮膚老化的問題 還好我都不會老 所以如果怕老 10點要睡喔 對 因為其實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10點到2點這段時間 以我們的現代醫學 來研究來講 它是我們的細胞 細胞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在活化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包括說身體很多細胞 它會分泌很多很多的激素 包括幫助睡眠 包括生長這一些的 所以它是一個 非常活躍的一個時間 那以中醫來講 其實它走的是膽經 跟肝經的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的代謝 解毒 我們的造血 所以你這時間 如果有好好的休息的話 你的身體的功能就會提高 然後這個時候 對保養品的一些吸收 或是那種一些水分的一些 那種鎖水度會比較高 所以你隔天起來的話 就是氣色 各種的身體狀況都會比較好 沒錯 睡眠很重要 睡前花的時間也很重要 對 而且要早睡早起 所以我們就要好好把握 夜間睡覺前 這個保養的黃金期對不對 睡前只要花五分鐘的保養 如果保養得正確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變很漂亮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問一下傑琳 我們到底有哪些錯誤 而且求忙的這些保養方法呢 是的 錯誤的保養迷思 可是會讓你越來越醜喔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NG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也會邊泡澡邊敷面膜嗎 邊泡澡邊敷面膜 這是一個很通勤的方式 其實很多人都說這樣子很方便 重點是而且很節省時間的 對啊 而且有邏輯的 因為我們在泡澡的同時 我們的毛細孔會打開 所以說你毛細孔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把面膜的精華液 全部吸進去 可是你沒有發現泡澡的時候 如果敷面膜 然後等你泡完之後 那面膜就還很濕耶 對啊 所以保濕力又還在啊 不是 所以你敷錯面膜了 真的 你不能敷那一種 就是紙的面膜 因為它本身精華液就很多 所以它接觸水之後 它就會更濕 保養品根本吸不進去 所以你要用類似 是不是 因為我都用那一種 真的那泥 它這樣不會泡澡之後 然後就一直水被淹磨啊 不會... 因為它是只有蒸汽 還是給你身上一起磨 沒有... 就只有臉而已 所以它是會呈現半乾的狀態 不會到全乾 所以泡澡的時候敷面膜 雅蘭常做這件事嗎 其實我不太喜歡泡澡 但如果說我有... 省水啦 省水啦 家裡這個水費有管子 油油的都省水 還是老師了解我 我大概就是一個月會做一次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連護髮一起 對 就是護髮 妳也太省時久了 對啊 然後去角質泡澡這樣子 一次把它全部弄完 那妳覺得就是泡澡的時候敷臉 效果是好還是不好 基本上不是太有效用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平常敷的時候 感覺好像一敷完一拿掉之後 就會覺得皮膚很發亮 對 可是泡完澡弄完之後 好像沒有特別亮的感覺 我也是 雖然說是節省時間 可是我也常常覺得說 好像洗完 有時候是洗澡 有時候是泡澡 然後一邊敷臉 然後不管是用泥狀的 膠狀的 還是這樣一片式貼上去 我怎麼覺得好像洗完澡 那個效果是沒有 就是睡覺前敷 對 效果好像沒那麼好 Lidia覺得呢 我都是洗澡前敷面膜 因為我睡覺前是不做任何保養 所以我無從比較 但我覺得洗澡前 睡覺前不做保養 完全不錯嗎 不做啊 不覺得 對啊 做的年輕 不是在那邊休息嗎 原來他們均營那個 管制的時間跟妳講 對啊 所以她就是洗澡 可是我要講說 為什麼我覺得泡澡敷面膜很有效 是因為泡澡的時候 感覺就是妳全身都會紅紅 就是血液循環特別好 所以感覺這時候妳敷面膜 是不是它可以把 就是面膜裡面那些精華 都帶到就是皮膚裡面 效果會更快 所以妳剛剛說妳睡前 真的完全不保養 妳是只不敷臉嗎 還是 睡覺就是保養 就是躺下來這樣子 睡覺對妳來說保養 對 妳知道嗎 她真的過著當兵般的日子 對 對 妳是 對 妳覺得笑得很不可 因為莉迪亞唯一的保養 是談戀愛 對 對 談戀愛可以讓她這個 榮光幻化 幻化 對 可是說實在 談戀愛真的是 最好的天然保養品耶 對 對 對 老師 笑成這樣是怎樣 對啊 不是 因為確實啊 確實談戀愛是最好的保養品 是啊 難怪我老得特別快 因為我一點都沒有談戀愛的感覺 對 現在在保養品 一定要自己創造啊 叫亞蘭去創造太為難她了 你看她如果擺了兩瓶紅酒 然後放一盆的鮮花 然後說老公我們今天來約會 老師會說這瓶紅酒妳買多少錢 那一盆花是多少錢 對 然後她會說這兩罐喝完 妳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對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太浪費了 所以我剛剛講自己創造是 for自己 for自己 跟自己談戀愛 像剛剛講的邊泡澡邊敷面膜 對 這個不是對或錯的問題 真的是效果面的問題 以前我們曾經聽說 泡澡敷面膜會有效果 其實從日本泡溫泉這件事情開始的 BUT 日本的溫泉都是露天的 很多是露天的 雖然還有外在的那些空氣流通 但是我們大家在家裡 那個浴室這麼悶 然後好冷喔 把窗戶都關起來 所以當你在那麼悶熱的情況之下 又泡澡又敷面膜 不管你是敷任何膜 它都是讓我們的肌膚 全部被 蓋住 悶住的 所以當你肌膚悶住之後 第一個 剛剛不是講泡澡毛細粉會張開 對啊 對 你張開它把東西貼住 把它蓋起來 就是有一種 反而變成毛孔堵塞嗎 對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 反而越泡肌膚越差 越泡澡敷面膜 越敷皮膚越不好 過去我們都已經知道 就邊睡邊敷面膜是不對的 不過到今天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泡澡的時候也不能敷面膜 那到底還有哪一些 我們容易在睡前保養 做的錯誤的一個迷思呢 我們請捷琳來告訴我們 好 女生白天要擦保養品 晚上也要擦 但是要問問大家喔 你也會不分日晚霜一瓶用到底嗎 而且雅蘭我跟你講 真的不是我要攻擊你 你看一下大資報 它就寫著 解省的雅蘭 應該就真的懂得 來 我這樣喔 我是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對不對 我真的沒有分日晚霜耶 你又被人家說中了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皮膚本身就是滿油的 所以我都不喜歡擦太油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不管滋不滋潤 我就覺得不要太滋潤的 我早上擦也OK 晚上擦也OK 所以我都是一瓶搞定 你本身的肌膚是屬於乾性還是油性 油性 油性的 但是比較偏油 我覺得好像比較油性肌膚的人 比較沒那麼愛擦保養品 而且你知道我每天睡覺起來早上 我的臉是可以煎蛋的 為什麼 不沾鍋 現在還這樣子嗎 真的 而且我早上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早上起來不是先洗臉 我早上起來 我是先用吸油面紙把油吸乾淨 所以對你來說 你就會覺得如果早晚都擦的話 就變得負擔太重 所以我都會只擦一罐 就是化妝水完之後就如意 沒有啊 仗你這樣講 你更應該分兩罐 真的 因為晚上比較滋潤嘛 然後早上因為你油脂多 應該是用一些飽水 或是清潔的對不對 是 因為像雅蘭這樣的一個症狀 就是所謂早上起來臉很油 它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是青春期的時候 好好喔 老師很眼睛 她真的還這樣戴 老師 這不是你的風格 節省的雅蘭 早就離春青春期很有 等一下 憲哥 你剛剛說什麼 剛剛憲哥說雅蘭的身材 是因為她 所以才會是青春期 憲哥 如果是青春期有可能 青春期的年輕少女 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青春期本來皮質的這個 分泌就會很旺盛 但是如果過了青春期 猶如節省的雅蘭的話 那就是 這個油水失衡在於 它晚上擦的保養品是錯的 擦錯的 這個擦錯不是 有時候不是太滋潤喔 有時候擦太少 也會讓你在睡覺 在修護的過程當中 因為肌膚這時候是 一個最健康的狀態 對 它就會自然的分泌油脂 因為它沒有滋潤 它反而滋潤不夠會出油 我跟你說老師 我曾經就是試過晚上只敷臉 不擦保養品 然後我只敷臉 敷完我就去睡覺 早上真的比較沒有油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曉得說是不是 因為我選的保養品不太對 我覺得 明川老師雖然愛開玩笑 然後嘴也比較就是那個 嚴格一點 但是他講的是對的 因為油水失衡 可能你擦得太少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問題 來 我們幫他就是找到問題了 Lidia這一題 我到底要問她什麼 她根本晚上不擦啊 沒有 我會擦 我不會自發性的去買保養品 可是如果有人送我 我就會覺得要用它 才不會對不起這個人 因為我就會 所以她是盛情難確 對 她就說人家都送到 旁邊有什麼東西 手邊有什麼我就會擦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再分日晚霜 我不但沒有分日晚霜 我連譬如說臉會分就是臉霜 跟還有眼霜嘛 對 我連譬如說我也不會分 就是可能剛好手邊有眼霜 我就會塗全臉 所以節省的Lidia 她的邏輯應該是說 她不是分早晚也不分季節 她是分人情多的時候 擦的比較多 對 然後或者是 如果那一陣子 剛好人家送我的是身體乳 我也會拿來擦臉 身體乳 我就會覺得那不就都是乳液嗎 然後皮也就是都臉的 那送你護髮霜可以怎麼用 護髮 我就會塗 妳應該不會拿來護手護腳吧 身邊護髮 一起左右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真的嗎 好可怕喔 真的嗎 妳超可怕的 妳回去看看妳的袍子 可能保安品都比妳還多 對 可是皮就是一整張的啊 真的嗎 不是嗎 我們每個肌膚的位置 它的結構真的不太一樣 皮質分泌的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眼周是比較薄的 對 臉皮比較厚 對 然後額頭也比較薄 而且額頭通常我們不太會用到它 對 我們在表情上很少會用到額頭的皮膚 所以額頭皮膚通常都比較好 妳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妳很少用到它 對 所以每個位置的皮膚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為什麼保養品要分 比如說我們要分 膚質有乾性膚質用的 有性膚質用的 對 有性膚質用的 有眼部專用的 對 甚至現在比較講究 甚至會分T字部位專用的 能等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分類 是因為膚質狀況不同 對 那妳什麼東西全都往臉上塗的話 那就會變成妳的肌膚 妳整張臉的肌膚 它搞不清楚 到底我現在是比較乾還是比較油 對 我現在是屬於需要比較多保養品 還是比較不需要 所以她的皮膚都給她搞亂了 自己都不知道現在是什麼 她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對 所以就算是年輕 也不能脹著這樣 真的就像她現在還年輕 所以韋如就一定有很好的膚 對 尤其說女生25歲以前 妳不分日晚霜 那沒有關係 那是因為妳年輕 可是我發現我自己25歲以後 如果沒有分日晚霜的話 像我皮膚比較薄 然後我們又常常出外景 妳會發現妳皮膚很容易 沒有睡好的時候 隔天早上是黃的 是黑的 對 所以妳不能脹著 妳自己是年輕有沒有 像妳已經過25歲 我過很久了 我還沒有這樣 而且可能要抖出來 真的要分日晚霜 那基本上我算是小資女 所以我喜歡那種CT值很高的 而且是真的要好用的 然後我最近就去逛百貨公司 我就發現有一瓶 從瑞士進口 原裝進口 對 瑞士 那基本上我怎麼使用它呢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懶人 因為我有小孩要顧嘛 所以基本上我平常晚上的時候 就上完化妝水之後 我就其他都不想要擦 我就靠這一瓶晚安面膜 可是晚安面膜 大家不是都會擔心 因為像我之前使用的經驗就是 妳塗上去之後 然後睡覺就狗了這樣 對 妳會不舒服 對 重點是頭髮上面也會很黏 然後吹個頭髮 然後就整個像那個鮮魚一樣 怎麼飄到臉上對不對 老公半夜看到會嚇到 那這一瓶它最厲害的地方 你看我擠出來 它的質地是那種乳霜狀的 它是面膜 可是它擠出來是乳霜狀的 然後你再把它推開來 你會發現很不一樣喔 它是會有一點水水的那個感覺 水乳狀的 對 水乳狀的 然後呢 基本上 我就是上完化妝水之後 我就這樣輕輕的把它 抹在我的皮膚上面 然後它一下下就可以吸收了 完全不會黏你 讓你在睡覺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做那個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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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乳液耶 對 水是水 以前我們的這種 大家印象中的晚安面膜 都是動膜 是 那動膜我必須說 動膜有些 其實蠻多膚質不太能用動膜 對 比如說呢 第一你的皮膚如果是比較薄的 現代人都比較容易有 皮膚薄跟敏感的問題 對 我就是 敏感或皮膚薄的人 一敷動膜 其實你第一個問題是 臉會很癢 對 悶不透氣 然後你就跟這樣講 不能呼吸 跟這樣泡澡敷面膜是一樣道理 你就會悶不透氣 會皮膚很癢 對 再來就是你 沖掉或者是 按摩完之後臉會紅紅的 對 那就是因為 動膜之所以 為什麼它是可以把所有的保養成分 都在那個厚厚的凝膠裡面 是因為它的 所有的成分都在裡面 對 你肌膚沒有防禦能力 就去接觸它 對 所以為什麼動膜 很多人並不是那麼的適用 再來就是生活上 動膜永遠大家在想 大家想的都是 我到底要不要洗掉 對 它到底會不會乾 我跟你說 因為我根本就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它一定要洗 因為它就沒辦法撐到早上 有時候想睡 好不容易很想睡了 然後這樣勾來勾去不舒服 馬上要起來去洗 對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就是說 當你如果它沒有洗掉 或者是沒有吸收 都會黏在枕頭上 枕頭呢 髒得要死 對 沒有 對不對 它每天這樣睡 你皮膚會更早 而且重點是它吸收好快 超快的 對 超快的 因為是我很缺對不對 對 有些人的皮膚比較容易過敏的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 就是保養的那種滋潤 然後完全不會任何過敏 是因為它呢 不加我們那種平常看到的香精 人工色素 防腐質化木油 或是其他動物衍生物 它完全都沒有添加 它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 它全部都是瑞絲 那邊最天然的成分 然後像是我們像美白 應該會加一些酸類啊 董類什麼 它完全沒有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會反黑 加工 真的 有些真的假的 以前過去的 它真的會加 你知道老牌 有些可能會有加工 還是會加一些 因為它讓它有顏色的差異性 那我剛剛試了一下 因為它這裡面是一個 酵母不具多糖體的一個成分 這個成分 其實它是有 世界有專利 有40項的專利 對 然後它是可以幫助我們 所謂免疫力的提升 因為肌鍋的免疫力很重要 對 你要知道為什麼 尤其我跟你講過了35歲之後 免疫力簡直快崩盤了 酵母不具多糖體 第一個它就是會讓我們的 免疫力提升 然後它要讓我們在防護 跟修護的這個機制上面來講 對 等於它會提升得更好 對 然後剛剛我敷了一下 因為這一款這個凍膜最特別 晚安面膜 對 它是一個薄薄的 像水膜一樣的質地 對 所以呢你要把它 像剛剛韋如說化妝水完 直接再塗它 或者是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化妝水精華液之後再加它 然後你不要真的把它推到 就是沒有 就是稍微這樣子 像是一個薄薄的 薄薄的那個 形面膜的感覺 對 其實它慢慢就會吸收 你不需要讓它推到沒有 所以它就是根本不需要洗掉 對不對 完全不用 對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是像有時候我們女藝人 會去打一些美白雷射 那些有的沒對不對 對 它都可以使用 真的 對 因為它不會讓你的肌膚敏感 也不會那種很過敏 所以它除了可以提升 我們的免疫力之外 它主要針對的是修護 還是保濕啊 其實特別針對的是 是 是 韋如霧用了什麼東西 這讓整個頭皮潰藍化妝 用那種 擦髮尾之後呢 再擦頭皮這裡 哪能擦頭皮啊 對 我想這一髮根 也要保養一下 弄一弄你知道嗎 好會長痘痘 真的假的 很可怕 頭皮就開始冒一些那種 會有 對